今天晚上的重點 當然就是最受矚目的12場中韓大戰 這場比賽雖然是在日本的ZOZO棒球場進行 但場邊可是湧盡了非常多的中華隊球迷 來幫球隊加油 大家穿上中華隊的應援衣服 拿著加油道具進場來看 這場關鍵的中韓戰役氣氛是相當熱鬧 那身為主角的中華隊在前熱身椅子上景八條 要拿出最佳狀態 我們就觀察對方的先發投手中氣投手救援投手 他們的習性去做一些研究 那我們教練團就是在棒次上就做了一些改變 今天當然我們就用了又打是比較多的 第一棒就由金龍來打 因為這機場看起來金龍的打擊狀況也還不錯 我預賽的時候設定在前五局嘛 到現在還沒上場就是不用急啦 因為我還是有我的任務在準備嘛 那我覺得接下來上場只要準備好自己就好 那韓國隊今天的話因為畢竟運氣好贏過他們一次啦 那一定是也可以驕傲啦我覺得 可是希望今天中華隊能夠拿出好表現 我們能夠搶下這場勝利 我平常比賽是用什麼態度那當然換上國家隊的球衣的話 那還是一樣用一樣的態度 就可能因為穿上國家隊的球衣這個心態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自己還是會盡力去把自己最好的表現出來 不管好愉快 我們也不會給選手太大的那種精神講話啊 飛勝 必勝不可啊什麼的 就是好好去享受這場比賽 就是盡全力 態度展現出來 結果不要太想啦 就是說大家都把自己的表現做好 讓贏球就變成自由 算是一個零星般的 對追加藝 你不要太想說 你不太想說